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车2023年2月19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丽娅倩 首先来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致电第36届非洲联盟峰会 向非洲国家和人民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 过去一年来 非盟团结带领非洲国家 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 加快推进非洲自贸区建设 在斡旋非洲热点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引领非洲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忠心祝愿非洲国家和人民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 不断取得更大成功 习近平强调 2022年中非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中非合作不断向全方位 多层次 高质量发展 走在国际对非合作前列 他愿同非洲国家领导人一道 进一步加强中非友好合作 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18号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 应美方请求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非正式接触 王毅表明了中方在所谓非平事件上的严正立场 要求美方改弦跟章 正式并解决滥用武力给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损害 而王毅在德国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后就发表了主旨讲话 就中美关系也回答提问 王毅表示美国击落中方无人飞艇行为匪夷所思 是百分之百的滥用武力 他同时批评美国出台的芯片法案打压中国企业 王毅表示近期中美关系中的所谓无人飞艇事件 其实是美国制造的一场政治闹举 中方已经明确告诉美方 这是一艘民用无人飞艇 受超强西风大影响 加之自身控制能力有限 偏离了预定轨道进入美国上空 要求美方以理性冷静和专业的态度 与中方一道妥善处理 美方无视这些最基本的事实 悍然出动先进的战机 用导弹打下一个气球来 这种行为非一所思 近乎歇斯底里 是百分之百的滥用武力 我们当然不能接受 我们向美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我们这个地球的上空 飘荡了很多的气球 各国的都有 难道美国都要把它打下来吗 王毅表示中方奉劝美国不要再出于国内政治需要 在对外打交道过程中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 并要求美国拿出诚意 改正错误 正视并解决事件给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 王毅说 美国声称要与中国进行竞争 中国从不怕竞争 但竞争应当是公平 讲规则的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 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 这是百分之百的单边主义和自私自利 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严重干扰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中国两千年前就一句古话 叫做君子好才取之有道 只有小人才去巧取豪夺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美方失去了一切伪装 连巧取都没有了 只剩下豪夺 王毅说 中方要求美方客观公正 看待中国的发展 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 和中方一道 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的轨道 方黄一世综合报道 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 为了世界更安全 必须要坚持尊重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 王毅也强调 强权政治霸权行径 扰乱世界安宁 已经成为了国际和平所面临的 最大破坏性因素 他因此呼吁中欧携手合作 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 刺激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 无论编造什么理由 都是对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的无视和背叛 在台湾问题上 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 制造一中一台 两个中国 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包装 都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 严重的侵犯 也是对台海和平的现实的威胁 王毅指出 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秩序的基石 中国将坚定遏制分裂干涉的行径 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 他表示 各国应通过对华协商 和平解决争端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方针 是劝和促谈 坚定站在和平和对华一边 王毅表示 和平发展不是权宜之计 而是中国从历史 现实和未来的深刻思考中 所做出的战略决策 中国深知要发展 就需要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 就必须同各国和平共处 与世界合作共赢 我们始终高举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旗帜 致力于深化拓展 平等 开放 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 展望未来 和平与发展 是潮流所趋 人心所向 有人笃信国强壁坝 认为中国强大起来 就会抛弃和平发展 但中国已经用事实证明 这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不仅走得通 而且很成功 文艺宣布 中国将于近期发布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为解决全球安全难题 提供更系统的思路 更可行的举措 欢迎各国积极参与 网易指出 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 当然离不开 中欧双方的正确选择 中欧作为多极化进程的 两大力量 两大市场 两大文明 双方所做的选择 对世界的走向举足轻重 如果选择对话与合作 这赢对立就不会形成 如果选择开放和共赢 全球的繁荣就有希望 这是中欧的共同责任 是对人类和历史提交的 共同答案 中欧应当携手 为建设更加安全的世界而共同努力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在此次慕尼黑安全会议中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 王毅表示 中国将在近期发布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证 而为解决全球安全难题 提供思路 在俄乌战争爆发一周年的大背景之下 再加上近来的气球事件 中国在本届慕安会上 也成为多方关注的重点 全球各国最关心的一提是 中国和美国在本届慕安会上 是否会有互动 以及在俄乌战争中 中国的立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指引王毅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发表演讲 并接受了慕安会前主席 伊兴格的采访 并在这些问题上 再次强调了中方的立场 乌克兰的危机 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那么我们对这场战事 在扩大化 长期化 也跟各方一样 我们感到深切的担忧 中国不是乌克兰 这场危机的当事者 但是我们并没有袖手旁观 我们也不做火葬交友的事情 我们更反对 劝火打劫 中国做的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劝和出台 我们将坚定地站在和平的一边 站在对话的一边 王毅在慕安会期间 也进行了多场双边会议 其中也包括东道主德国的 总理舒尔茨外交部长 贝尔伯克 就德中关系 以及乌克兰问题 交换了看法 贝尔伯克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 希望中国为和平 做出相关的努力 如果一年在平均工作 我们必须要用 每次的幸福 我们必须要用 我们昨天说 我们谈论 谈论 什么 一切正常的 平均 平均 也不是 香弃着鸡弹,而激动于基金会来源 适 它不仅于採血 lovers sera呢 而与一名金融解释 请进入 kol护白格的合格 飞 pen 派人能保持潮懂当东将 继续追择国 互相采如克军 对呢 这就是aye英勞 student 从而共产在课正在 Mosc抱中 Griffin 你伯给消防 匪 立 你 如果是一个财势 为世界的自由 我对我昨天的谈论 也有明确地 我们一起 为世界的自由 凤凰卫视森千 德国慕尼黑报道 慕尼黑安全会议 18后进入第二天 俄乌战争人士主要议题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向与会各国呼吁 为乌克兰提供母气 并强调保证速度 及可持续性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 与会多国对乌克兰的声援和支持 比起以往更加强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18后在德国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 并进行小组对话 布林肯表示 普京发起的战争 对俄罗斯造成了伤害 一年不到的时间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伤亡人数 已经达到约20万 尽管如此 乌克兰人会是胜利的一方 不过库列巴也再次请求西方各国提供武器 贝尔伯克则表示 包括德国在内 各盟国正在加紧建造新的弹药生产线 希望能在六月前填补弹药的空白 结束小组讨论后 布林肯还单独与库列巴进行会谈 布林肯向库列巴指出 与会多国对乌克兰的声援和支持 比以往更加强烈 各国将尽可能协调向乌克兰提供安全 经济人道主义等支持 库列巴则强调 当前最关键是提供武器的速度和持续性 在稍早前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库列巴表示他坚信在当前局势下 乌克兰中将会收到来自各盟国的战机 只是时间和程序的问题 库列巴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 表示他还应日本外向林方正邀请 出席了七国集团外长会晤 讨论了2023年加速向乌军提供武器的问题 以及对俄采取新一轮制裁 不过当天在慕尼黑街头 爆发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示威游行 示威者们拉起横幅 上面写着派遣外交官 而不是坦克和手榴弹 有示威者之言 如西方各国永久提供武器 那么战争便不会停止 还有示威者呼吁德国脱离本约 要求美国回归自己的领土 当地警方预计 有约一万人参与此次示威游行 而根据最新一份民调 美国人的看法正在转变 受访美国人中 只有48%赞同美国政府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与去年5月的民调结果相比 减少了12个百分点 同时两党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 近期多名美国共和党议员 提出一项名为乌克兰疲劳的议案 要求美国必须结束 对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资金支持 凤侯一世综合报道 报纸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 来自于大公报的报道指 俄乌战争即将建满一周年之际 西方各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进一步的刺激俄乌紧张局势 德法两国领导人就呼吁要加大对乌援助 有分析就指 西方各国持续军援 乌克兰已经快一年的时间 武器库存消耗极快 这对于美国庞大的军工复合体 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美国大幅的增产军火 除了提供给乌克兰之外 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欧洲盟友的订单了 而根据统计 截至去年12月 欧洲国家就和美国军火公司签订了超过150亿美元的订单 还有接近300亿美元的异项订单 更多新闻马上回来为您报道 欢迎回来 俄乌战事踏入夜周年之际 乌全境18号凌晨继续地拉向防空警报 有部分地区限电亿预防电网遭袭 此外白宫官员表示 冲突一年来 而雇佣兵瓦格纳集团累计超过3万人伤亡 9000人丧生 乌克兰全境18号凌晨拉响防空警报 东部及南部部分地区实施限电 预防电网受到袭击 乌军总参谋部通报 俄军过去24小时累计发射10枚导弹 29次空袭 69次火箭炮袭击 而俄军在顿内茨克 卢干斯克 哈尔科夫20多处定居点发动的攻势都遭乌军击退 乌军当天还成功打击了俄军三处临时基地 并击落6架俄军无人机 据地区官员通报 乌西部赫梅利尼兹基市18号上午发生两起爆炸 南部尼古拉耶夫州长则表示 俄军从黑海方向向乌领土发射6枚口径巡航导弹 至少一枚遭乌防空系统拦截兵击落 乌东卢干斯克州长盖达一表示 俄军正从地面和空中加强攻势 他在谈及克里米纳市周边的战斗士指出 俄军不断试图突破防线 各方向都相当艰难 而俄方就指控乌军16号用无人机 向武赫列达尔的俄军阵地投掷化学弹 至两名俄军士兵肺部烧伤出现呕吐等症状 相关机构已对弹药及无人机残骸展开调查 另外南部扎波罗热州青俄官员指责 乌军4亿掠夺当地居民 不少居民指得惊慌躲藏 另一方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17号表示 俄乌冲突一周年将至 俄雇佣兵瓦格纳集团累计逾3万人伤亡 其中约9000人丧生 自去年12月以来高达9成死者是囚犯 科比还指自去年12月中以来 由于巴赫木特战火升级 余半数是死于周边战场 美国防部当天宣布 首批635名乌军士兵 已在德国格雷芬维尔美军基地 完成为期五周的战斗训练 包括训练操作装甲车等 而新一批的训练现已展开 有约1600名乌军士兵参训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有关俄军主力在对马斯寂寞的态势 是引发了军事专家和媒体的关注 乌军有消息人士在18号 于社交平台上透露 发现到苏美附近隐藏着万余俄军 也有俄军士专家就分析指 扎波罗热方向的俄军集结也不可小觑 而正在基站的巴赫木特战役 更像是俄军所摆出来的假象 与隐匿主攻方向 我们继续看本台记者发自 巴赫木特前线的现场报道 星期六 在巴赫木特的前线 俄乌两军打开了阵地战 乌军的编队在地炮和米巴 和米两次武装直升机的帮助下 向瓦格纳突击群推进的区域进行开火 瓦格纳突击队正突破 巴赫木特市北部 东部和南部地区的 一些防御的攻势 当天 打了两周的马里乌布尔公墓区 也正在进行继续的战斗 在巴赫木特北部地区 瓦格纳突击分队在当天的凌晨 从南部方向 深入到帕拉斯科夫伊夫卡的定居点 并从两侧牵制了乌军的主力部队 在俄罗斯地炮和多管火箭炮 以及陆军航空兵的火力志愿下 瓦格纳主力开始向奥列霍卧 瓦西里伊夫卡和杜伯沃 瓦西里伊夫卡方向进行了推进 但是推进速度缓慢 在巴赫木特西南方向 克拉斯诺郊外也正在激战 双方都使用了加农炮和火箭炮 进行阵地战 在通往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公路路段 乌克兰武装部队进行了反击 并击退了瓦格纳突击队的攻势 但是这个路段仍处于两军交叉使用的灰射地带 俄罗斯军事专家分析 瓦格纳籍群与俄军地炮系统的兵源 在巴赫木特地区达6万之重 火炮数千门和优势的航空兵控制的自控权 俄军完全有可能提前结束巴赫木特的战斗 但是从巴赫木特战役开打之日 逐逐6个月有余 俄军在这个方向吸引了30%左右的乌军东集团的主力 目前看来在巴赫木特战役 更向俄军放出的大战役的诱饵 对这个战役的分析 俄罗斯方面认为既安排了火力的绞杀场 又进行了火力的侦查 俄罗斯专家指出 正是由于巴赫木特重要的战略地位 使得乌军不断地投入到兵源和装备 据悉在巴赫木特西门户的恰索夫亚尔地区 乌军增援的第42独立联合营 已经抵达了战区 正在巩固城防的攻势 在巴赫木特地区 在预计未来的几天内 乌军还将从乌格莱达尔斯基支撑点 向巴赫木特转移装甲车等 此外到3月1号 乌军新组建的陆军第116机械化旅的两个营 也计划通过铁路机动到 克拉斯诺耶和巴赫木特市区 俄罗斯军事专家 总结了瓦格纳突击群在本周的战过 控制了帕拉斯科夫伊夫卡定居点 这大大改善了瓦格纳突击群 在巴赫木特北部所建立的支撑位置 清除了红山 波德格罗德诺耶 帕拉斯科维耶夫卡三角的地带 这也增加了对乌军核心公司之一的 别尔霍夫卡的压力 这使得瓦格纳突击群 有信心在巴赫木特北部地区站稳脚跟 并控制的巴尔科霍夫卡 以及临近的亚卡达诺耶村的可能性 这会使得乌克兰武装部队彻底失去北部的 包括主要公路和村道土道的补给线 特别是在这个区域目前对巴赫木特的这种围困 那么恰索夫亚尔的这条补给线呢 也是乌军巴赫木特最后的一条补给线 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语光 拉曼一万在巴赫木特的报道 俄乌战争持续即将届满一年 欧洲社会是深受影响 不同国家基于本国利益和地缘政治的因素 一方面对待俄乌两国的态度不一样 而另一方面也都不同程度的显露出了厌战情绪 继续看本台记者发自伦敦的俄乌之战一周年 系列报道 就在俄乌战争爆发接近一年的时候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到访伦敦 他此行的目的主要就是希望欧洲盟国 面对旷日持久的战争别泄气 同时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但进入新的一年 既存行业罢工示威不断 有参与者认为面对经济颓势 政府应该将更多的财政开支 用于公共服务部门的需求 和英国人相比 丹麦人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产生的厌烦情绪更强烈 在哥本哈根 丹麦当地工会在2月5号 发起了近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示威 反对政府取消复活节后的第四个星期五 也就是大祈祷日的公共假日 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 进而确保国防开支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 从去年至今 不同民调显示 多数斯洛伐克人支持俄罗斯 只有33%的保驾利亚人 和45%的匈牙利人 将俄罗斯视作威胁 在欧盟层面 匈牙利 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 对俄罗斯的制裁态度最冷淡 另外作为北约成人国 匈牙利和保加利亚 都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援 对于这些国家的态度 有外媒解读说 这是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宣传导致的结果 但在这些国家 当地政府更多强调的是 离开俄罗斯的能源和贸易 本国经济将难以为继 虽然有越来越多 乌克兰不同社会背景人士 到访包括伦敦在地的欧洲城市 为乌克兰争取更多的支持和援助 但是在欧洲 厌战情绪还是存在的 在英国 有不少当地人 就直言眼下所承受的高价生活 同俄乌战争持续有直接的联系 而在德国 反战人士的人数不断的上升 甚至和主张军事支持 乌克兰人数接近持平 而在法国 前总统阿朗德早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候 就提到如果欧洲大陆的厌战情绪上升 也会影响到欧洲领导人 对于乌克兰的支持态度 富豪卫视 曹杰 安光细 伦敦报道 日本政府则称朝鲜周六事发设立 一枚可以将美国纳入射程的 洲际弹道导弹 这枚导弹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水域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强烈的谴责朝鲜事射 并表示日本已经向朝方表达强烈抗议 而朝中射也证实 朝鲜18号下午是成功试射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 报道说发射在平壤国际机场进行 而导弹是以高氧度发射 上升至最高点5768公里 是用4015秒的时间飞行989公里 精准地打击朝鲜半岛东部公海的目标水域 报道称 此次的发射训练是金正恩当天上午突然下令进行 以再次验证武器系统的可信度 所以这凸显出了朝鲜核武力的备战状态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8号表示 当天下午的5点22分左右 军方探测到了朝鲜在平壤圣安一带 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疑似远程弹道导弹 韩方拯救朝鲜所发射的导弹具体参数 挑衅意图来进行分析并讨论接下来的应对方案 土耳其和叙利亚强烈地震救援进入到了第13天 大地震已经导致吐虚两国的死亡人数 累计超过了4万6千人 其中土耳其死亡人数更是超过了4万 土耳其当局表示搜救工作在18号晚是基本结束 但是在南部灾区哈塔伊省的一家三口 被困了296小时之后 18号获救 不过当中的一名儿童最终是伤中身亡 在土耳其南部重灾区哈塔伊省安塔基亚一处废墟 救援人员18号在夹缝中找到一名幸存的男子 当时这名男子急切地伸出右手向救援人员呼救 他当时已经被困在瓦利下超过296个小时 最后被顺利救出 救援人员随后再从废墟中救出他的妻子 两人均被送医治疗 救援人员再在废墟中找到他们的12岁儿子 不过这名男童送医后不幸死亡 加纳国家组球队代表前英超切尔西球员阿特苏 18号被确认在大地震中死亡 年仅31岁 据阿特苏经纪人消息 阿特苏遗体在安塔基亚一处豪华公寓楼的废墟中被发现 土耳其地震的死亡人数超过4万 当局开辟新的墓地已安葬大批遇难者 大批无家可归的灾民被安置在临时帐篷内 土耳其卫生部长柯甲表示 当局正密切监控灾区的防疫形势 严防流感黄胆等传染病大规模爆发 目前在灾区针对饮用水及公共卫生的监控与管理正有序进行 随着预警系统的建立 灾区爆发大规模传染病的风险较低 整体防疫形势可控 而多名志愿者则与一批幸存的儿童唱歌和玩游戏 希望能与他们分享快乐 治愈他们的伤口 可贾佑说 政府已在灾区建立25间临时医院 约19000名医护人员在灾区提供医疗服务 环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部就表示 将为失去家园的灾民修建3万间住宅 工程将于下月启动 在叙利亚北部 6号地震当日在废墟下获救的女婴阿弗拉 刚出生就在地震中失去双亲 不过她的姑姑办理法律手续和经过核实血缘关系后 终于可以由她的丈夫抱着阿弗拉回家 与亲友团聚 伊拉克政府18号出动三架飞机 运送医疗物品和食物到叙利亚城市拉塔基亚 另一批人道物资也继续以陆路运往另一个灾区阿勒泊 美和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发言人17号表示 超过140辆运载人道物资的卡车 已经抵达叙利亚西北部 反对派武装控制区 为灾民提供援助 当局说只要灾民有需要 援助行动会继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下一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 台北市政府邀请的上海市参访团疫情 18号是礼台展开三天的访问行程 也是疫情后首度有大陆官员到台湾访问 上海台办副主任李小冬带队的参访团 一共6人在18号下午5点左右现身于台北东区街头 参观台北灯会的上海花灯展区 而也和台风人员一块的合影 根据台北市政府所公布 参访团当天还参访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采访地点及内容都是在推动艺术文化的交流 至于首日行程 台北市长蒋万安并没有陪同 台湾警方则是破获了信义军人 涉嫌私自改造枪 并且在网上贩售的案件 警方假装成卖家进行面交 结果当场就逮捕到了两名士兵 台湾警方接获现报 只有一名男子在网络聊天室内用匿名留言公然兜售枪支 警方便假装买家在网上与对方接触 然后相约17号晚在台中市一处公路休息区面交 当场将两名嫌犯控制住 警方在嫌犯的车内缴获一把改造手枪 另外还有弹夹18颗子弹和空包弹50颗 经过查证 这两名年龄介乎20至25岁的男子 是新主空军基地的士兵 事发后台军空军司令部回应 两人于休假期间在网络购买改造手枪及弹药 上网贩售赚取价差 经过清查 军方机械弹药并没有缺件短少 除了改造手枪子弹空包弹 警方还缴获一批枪支零组舰 不排除二人有自行改枪能力 警方将持续追查枪支来源 缝合一事 综合报道 内地与香港恢复全面通关 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跨境水路客运服务商 珠江客运母公司 珠江船务董事局主席 刘广归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的时候表示 公司目前已经是恢复开通了八条跨境水路航线 截至16号则已经接送旅客量超过24万人次 这艘由珠江船务旗下珠江客运运营 从广东省重山市开往香港的客轮 在位于尖沙嘴中港城的中国客运码头靠岸 不少内地旅客都是自两地恢复通关后 首次踏足久为三年的香港 方便一点 主要时间快 坐车就会累一点 买船飞是否困难呢 不困难 很方便 在网上买就可以了 为什么坐船过来呢 坐船舒服点 我的年纪大坐船舒服点 信德国还没开 信德国还没开 我们在中山国 我希望早点开通 早点开通 多点人过来方便一点 珠江客运作为越港澳大湾区 最大的跨境水陆客运服务商 在1月8日复航后 首先恢复了香港与广州南沙 中山 深圳以及东莞等多条跨境航线 截至目前已恢复开通 八条跨境水陆航线 分别为四条香港市区航线 三条香港机场航线 以及一条港澳航线 我们计划在今年开通 广州扒州往返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线 此外呢 我们也在持续推进 信德至香港市区 信德至香港机场等航线 适时为市民提供出行的风务 至于尚未全面恢复 其他航线的原因 刘广汇解释说 除乘运方外 还需要地方政府 联件单位等多方协商后 才能有序恢复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评估 期望在适当的时候 恢复全面运营 我身后的这条航线呢 是珠江乘务新开通道航线 往返于香港的中港城码头 以及深圳机场码头航线 珠江乘务就表示 相关的航线是新培育的航线 目前呢 很多的旅客对于相关的航线 并不了解 接下来将会重点的进行推广 珠江客运 辅航至今已接送旅客 超过24万人次 而由于深港两地居民出入境人数 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正常水平 因此公司认为深港航线旅客上座率 水落客运航业不发展 珠江乘务指公司根据通关政策安排 提早筹备跨境复航 在极短时间内进行传播设备检修 码头设施设备更新等工作 而经过近三年停航 行业面临人手流失的情况 为应对复航运营需求 公司尽可能保留核心团队和重点岗位支援 并新招聘一部分人手 以填补一线运营岗位 风黄文士金小飞香港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将于22号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而当局早前公布 自去年4月1号开始的本财政年度 首8个月录得2700多亿港元财政赤字 而财政储备也在去年11月底 减少了至6000多亿港元 当局如何来开源 也成为了各界关注的问题 有商机代表以及经济学者就提出 可以通过增加卖地或者是提高股票的印花税 来增加财政收入 香港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即将出炉 特区政府大幅上升的财政赤字令人担忧 有商界代表认为 政府经常性开支不可避免 因此不必大幅减流 但非经常的补贴性开支应该减除 疫情已经放缓 大部分防疫措施已经取消 香港应该可以复原 如果香港复原 政府就不用以前 又要补就业 撑企业 又要去派购物捐 它可以等市场自己的恢复力 去拉动的经济 就不用再使那么多 就是补贴性的开支 虽然不必勒紧裤腰带 但面对持续减少的财政储备 开源是必要之举 石永清建议当局增加出售土地 在获得财政收入的同时 也有助增加私营房屋供应 也有经济学者认为 当局可考虑增收 都对市民影响较小 以及比较间接的税种比率 例如股票印花税 买股票印花税 相对利润成本 其实就相当之少 第二就是香港股票的交投 其实大部分都不是香港人去买卖的 很多都是外国基金 所以就一来去 你要买股票才交的税 交人不多 而且大部分都不是香港人交 在这一个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征的税 对于市民普遍关注 当局是否会继续派发消费券 有意见认为全面通关后 零售世道已经恢复畅旺 不再需要以政府手段刺激消费 但也有立法会议员指出 以后经济复苏虚实 仍然需要派发消费券 刺激消费增长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继续带大家来关注 几则娱乐新闻 来看娱乐快递 韩国37岁男神宋仲基 去年底与英国前女友KT高调生爱后 上月底惊喜宣布已经结婚 以及太太怀孕的喜讯 有指预产期会在今年8月份 她日前前往匈牙利拍摄电影 逝婚后两夫妇首度公开亮相 宋忠基一身悠行打扮世人 华院中的KT穿上黑色毛衣 及黑色裙子 腹部微微隆起 手脚仍然鲜瘦 手抱爱犬的她 手上的婚戒非常喜目 沿途更获丈夫悉心呵护 非常甜蜜 新近导演贾生峰 首次指导的电影《流水落花》 郑秀文也凭电影 第十次获香港电影节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提名 一人无尊去年取家移居上海 单一疫情遇上封城 一直未能离开 直到疫情放缓 终于在去年底 经新加坡返回文莱过农历新年 女儿吴欣怡在社交平台上载 一家人在文莱过新年的片段 看到吴尊在家中放鞭炮 以及舞狮 诗位更是由儿子吴欣乐负责 吴欣乐从室外舞到室内 精力充沛 在短片中更可以看到 吴尊的家十分宽敞 儿子在家中舞狮不成问题 至于室外的花园同样十分宽阔 停车的地方足够停泊 三辆汽车以上极具气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下期回来还有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报纸的消息 来自于经济日报报道之 日本积极抢人才 连续出了两招来 吸引海外人士到当地工作 对象分别是年薪超过百万港元的专才 以及世界百强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而高薪专才满足特定要求之后 最快一年就可以取得永久居留权 日本当局指 现有的高度专门职专才签证计划的申请条件复杂 所以他们才决定要新设特别高度人才制度 有日本官员就表示 应该要为拥有顶级能力的外国人才 增加更多的优待措施 我们继续看到来自于大公报的报道指 金融时报就有报道说 在美国有一位业余围棋棋手近期 是成功的战胜了被视为AlphaGo 同级的顶级围棋系统CataGo 成为了人类这时隔七年之后 对于AI的一次成功反击 那么根据了解 这一名棋手之所以能够获胜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通过了研究 由AI下棋系统发现到了AI对手的弱点 因此最终才能够获得胜利 而经济日报则是同样的要跟他来探讨 关于人工智能AI聊天机器人Chat GPT 哇这最近真的是可以掀起全球热化 不过呢也引发了学生利用AI自动生成内容 来交功课的隐患 那么香港大学在昨天呢就率先宣布 禁止学生利用Chat GPT来交功课或者是进行评估 违规可能就会被视为是抽席行为来处理 港大是香港第一间民文禁止使用Chat GPT来交功课的大学 而接下来香港中文大学可能也会在下周开会来制定相关的政策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前往土耳其执行国际救援任务的香港搜救队 日前已经是完成任务返回香港 对于其中不少队员来说 这是第一次赴海外执行救援任务 离开土耳其之前的最后一晚 记者再次的对话香港搜救队成员 他们就感慨这次行动不易的同时 也对于搜救出四条生命是感到莫大的鼓舞 我们就继续看前方特派记者发会的报道 跨越7530多公里 通质探出三十一拥 温度相差很极端 温度越低的地方 我们的工具使用的效能 是减了3%至4% 而且我们供电的能力 都大大有折扣的 因为我们供电的能力 我们冻了 我们所有要使用电的工具 我们只可以差到70% 其实其他的30%是差不多的 距离上一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已经是数年前 不少队员是第一次 执行海外救援任务 这其中无论是本地民众 还是国家搜救队 及时伸出援手 也让他们感到温暖 我们都是第一次出国 还有来到土耳其 土耳其就位于欧亚 首先第一样的言语 或者文字上 我们都相对不是那么熟悉 还有当地居民 也都不是个个可以 流离沟通到英语 或者国语这类 我们亚洲人比较熟悉的语言 但是幸好我们都找到一个翻译 去帮我们 还有当地的市民都很协助 很帮助的 很多时候都主动走过来 会问我们 需要不需要翻译 帮忙 中国队帮助我们很多 他们都有一些 好像我们机友那样 我们烟油方面 我们来到都是要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是说立刻油 立刻卖就立刻给到我们 中国队就是供应了一些烟油给我们 水啊 还有 就是三餐 有时会叫我们过去一起进去 就是煮我们 我觉得很感动 真正从营地前往第一日现场时 队员们还是坦言心里紧张 但真正看到有生命存活的那一刻 转为兴奋和安慰 以及挽救生命的满足感 那直头见到 可以说颓换拜扬 那自己上片可能看得多 真实真是第一次见的 那是画面都很震撼 还有是比较 都有一些忧伤 我很记得一坐车出去的时候 是大家都静了 看到画面 那去到的时候 都要发挥自己的专业 和平时的训练 当然紧张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始终我们都是 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所以其实心态上和技术上 我们都有很充足的准备 去应付当时的情况 所以这方面我们不担心 其实当刻冲过去的时候 距离大概有200米 当时就是不停想 很希望是真的 是仍然有生命的 因为始终来到 进行拯救的时候 已经是过了距离地震 已经超过接近100小时了 基本上生还的机会很低 所以当听到 当地人有这么大的反应 叫我们去帮忙的时候 其实是心里面是很紧张 很希望是真的仍然有 生命迹象的 那当然去到最后 我们接触到那几个被困的人士的时候 看到他们还有生命迹象 我们其实身边都很亢奋 很紧张 很想将他们安全地移 他们那个位置送上救护车 香港坍塌搜救专队的成员 占了这次搜救队的大多数 他们平时分散在香港的各个角落 每次紧急调派组成小组 赶赴灾区 现场有并非坍塌搜救专队的成员 告诉记者 这次土耳其的经历 拯救生命的这种使命感和成就感 让他们决定回到香港后 考取资格加入坍塌搜救专队 希望在下次出动时 更加贴近挽救生命的一线 这也将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 更有意义的闪光点 凤好卫视 赵龙 周永毅 邝腾 土耳其在区报道 法国首都巴黎商业区 在18号发生了突发事故 一度引发人群恐慌走壁 巴黎警方事后则是加强区内保安 事发在巴黎西部的拉德方斯商业区 网上视频可见 有大批群众是争相奔跑 逃离商业区的广场 情况可说是一片的恐慌 巴黎警方一度发推 呼吁民众避免前往到相关地区 并派人封锁一个购物中心的外围区域 警方发言人其后就表示 主要是一名男子跳楼自杀 引发了民众短暂恐慌 并否认有传出枪响 巴黎地区过去曾经发生了多次恐袭 也导致民众有戒备心态 感谢大臣凤凰早班车 我是李亚倩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